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刘谦 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对我来说 真正好的魔术 往往是最单纯的魔术 而接下来表演的 就是非常地单纯 要用到一个杯子跟一颗球 来慢慢检查一下这个杯子 检查一下这颗球 确定杯子是空的 球里面什么都没有 空的 没问题 没问题 好的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 让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首先我把球放进这个杯子里 摇摇之后我把球拿出来 放进口袋 但是接下来 我要把这个球 再放回杯子里面 速度快到在场 没有人看得见 听下来有没有觉得很厉害 听下来有没有觉得很厉害 好 我们直接开始好了 仔细看这个球 仔细看我的手 因为这个球现在还在我手上 那下一颗球就回到杯子下面去 是的 球看起来好像消失 其实不是消失 其实回到杯子下面去 这个球我把它放到口袋里面 轻轻一抛 回到杯子下面去 这个球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回到杯子下面去 杯子是空的 球只有一球 我把球放到杯子里面 摇摇转摇 把球放到口袋里面 这时候杯子下面 当然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球会回到杯子下面去 天哪 是不是太快了 各位可能需要逻辑的思考训练 麻烦 亲手把球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 好了 你可以听到球的声音在里面 听到 好的 这个时候呢 让你猜猜看 球在我手上还在杯子里 杯子里 杯子里 再给你一次机会 杯子里 猜中了 换你 请你亲手把球 放到杯子里面去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好 在口袋里 还在杯子里 在杯子里 猜错了 但是你猜哪里 都会猜错的 我告诉各位怎么变的 我告诉各位怎么变的 其实有两颗球 第一个在口袋里 第二个在杯子里 无论如何 你都不会猜中的 因为我是魔术师 但是 第二颗球 长得 有点像是颗橘子 这颗橘子可能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但真正奇怪的不是这颗橘子 是这个苹果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送给你 送给你 帮我们接下来 什么风号 非常有气势 非常高水平 非常威武的一个风号 你该不会是说 那个 托塔天王 托您的福 我也当了一回 天王 那你说我们今天的表演结束之后 我会不会又多什么新的风号 我想您应该可以开托儿所了吧 拜托 我们俩能不能不要再说托这个字 那我们就别再托了 还说 好 那我们直接进行接下来表演 直接开始 你看到没有 这有一道木 这是为我准备的 这个是 要展示一下我的功力吗 您是说魔术 那当然 时隔两年我也有所长进哦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样 谢谢各位的掌声 谢谢 怎么样 这是见证机器的时刻吧 哎呀 抛砖引玉嘛 来掌声有请刘千 好的 我想请问一下 董心小姐 您喜欢照镜子吗 当然 美女都喜欢照镜子 但你知道吗 其实镜子是非常神秘的一种东西 它反映出真实世界的景象 而同时有人相信呢 镜子里面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 真的吗 是的 来 先请就座 好的 我们看到桌上呢 此时就有一面镜子在这边 对 对 我们手可以挥挥看 桌上的物件呢 完全反映在镜子里面 包含主持人美丽的脸庞 可以了 好的 我们看到桌上呢 有几样东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冰块 冰块 来看一下冰块 除了冰块之外呢 这个是咖啡 好 接下来我请董心小姐 帮我把咖啡倒一点 在杯子里面 好的 我这边有一支吸管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要用这个吸管把你 全倒了 可以吗 可以 好 来 请把放一边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 让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我要这个吸管 把杯子里面的咖啡给喝掉 但是呢 不是从这里喝 是从镜子里面喝掉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不懂 你的吸管要喝镜子里的咖啡 没错 不懂 仔细看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首先 我把手上的吸管 放进镜子里的咖啡里面 对在这个位置 然后仔细看 这咖啡 在变少了 你真的喝到咖啡了吗 你要我吐出来给你看吗 不是 我们继续把它喝完 从这个位置 越来越少了 你要把它喝完吗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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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桌子 杯垫 杯子 这是为什么 吸管送给你做纪念 现在惊讶其实还是带走 接下来用到四个东西 知道这个是 牌吗 不是扑克牌 这个呢 是未印刷过的扑克牌 白色的卡片 接下来我做什么呢 因为我在上面写字 好 用到 一张就够了 好 首先呢 我在上面写上 我的名字 刘 刘 刘谦 好的 事情其实很单纯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玩过这样的游戏 把文字放在镜子前面 它就会呈现左右相反的状态 对 所以很多人称为呢 左右相反的文字呢 叫做镜文字 但重点在于呢 因为只会左右颠倒 它不会上下相反 对 是吧 那今天如果我们把它左右相反 又上下颠倒 会成为什么样子 你帮我拿着 拿在右上角 对 这个位置 拿在镜子前面 我们看到它现在呢 是左右相反又上下颠倒的状态 对吗 嗯 神奇的事情从现在开始 仔细看 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在镜子里面的文字呢 看起来非常的正常 这件事情本身呢 就非常的不正常 因为这个代表了 这上面的字 反过来 哦 可以摸摸看 不确是写在上面 哦 这太神奇了 我以后可以在镜子里看到 正的你 对 送给你 我的签名 很多人想要的 好的 接下来第三个 我们要用到的东西呢 是这个 这是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小点心 好 看到上面有很多的颜色 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是 非常好吃的 你拿着看一下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叫你看一下 没叫你吃啊 我 不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请你坐到我的位置来 来 我们换个位置 好 接下来呢 我要测试一下 我们之间的墨迹 因为虽然我们两年没见了 但是让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墨迹 我们上面有很多颜色 对吗 嗯 接下来呢 我希望你心里想一个颜色 看我能不能猜得到 我估计你猜不到 想想看 好 想好了吗 想好了 好 我现在把它拿到后面去 我挑一个颜色出来 嗯 这个 我把它放在背后 看我们的默契怎么样 我数到三 你说出来我拿出来 好 一 二 三 红色 哈哈 刘谦 两年了 我变了 没猜准 女人心海底针啊 妈妈说的没错 没事 我是魔术师 我有办法解决 好 还记得我刚才说过 镜子里面有另外一个世界 对吗 老师跟你说 里面还有人 人 我的朋友在镜子里面 他会帮我把它变成红色的 好 首先呢 我先把它 放进去 去哪了 镜子里面 然后再请它 换成红色的拿出来 来 你先摸摸看 没有任何问题 对 仔细看 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再摸摸看 再摸摸看 你刚才说红色对吗 对 红色 这种景象不是常常会有机会看见的啊 谢谢 谢谢 来给你 谢谢 送给你这个做纪念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明天还有人敢照镜子吗 谢谢 再次谢谢刘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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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